幻兽种和自然系果实哪个强 如果是放在早期的海装漫画 自然系绝对是我们果实天花板一般的存在 艾尼奴的响雷果实 堪称神灵 轻质的冰冻果实一上来 一个冰河世纪 整个把一个海面都给冻住了 鼎沙大战三大将 也是用自然系果实各显神威 当时的幻兽种其实也够强势 但也只有小马哥的不死鸟 还有战国的人人果实打伏形态 逼格很高 但是还是自然系要更强势一些 但两年之后 自然系的情况就有点尴尬了 卡里布的自然系沼泽果实 虽然也很强 但一下把自然系的逼格拉得很低 加上奄奄果实能力者斯莫格 实力完全没有跟上版本更新的进度 包括莫奈的学学果实 好看但没有强的那么厉害 这就让自然系果实的地位稍微下降了一些 后面真正的这个转折点 还是凯多幻兽种轻无形态的出现 更重要是 香蕉果实 从超人系正式变为 人人果实幻兽种 妮卡形态 幻兽种的阵营一下子庞大了起来 大喝的大口真正形态 包括吴老星这几个人也有可能是幻兽种 所以到目前来说 幻兽种是要超过自然系沼果实的 这个曾经的天花板 毕竟幻兽种是主角果实 但是呢 也不能说自然系就完全落寞了 倍加庞克也强调了 自然系是最难复制的果实 说明自然系的之后 还会迎来一波爆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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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